国泰航空和其主要股东太古、国航 早早开市前停牌 说要等待内幕消息公告 国泰中午华将集资390亿 其中会向政府发行195亿元的优先股 会估作价4.68 另外政府也会提供78亿元的过度贷款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各地实施不同的入境限制措施 重挫了航空业 国泰和国泰港龙由以前飞去70个目的地 缩减到只是来往十几个城市 并大幅削减航班 4月份平均一日不够500个乘客 按年大跌99.6% 货运就没有跌那么多 不过因为客机减班 连带机套的货运量都少了 整体减少超过4.8 国泰曾经说 今年头四个月已经蚀了45亿 有学者认为 如果政府出手拯救国泰是可行的方案 但是最终也都难免要重组 究竟香港能不能够保持一个国际航空疏楼的地位 其实对于香港经济都是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政府自知其实都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但是如来是要解决因应外在市场环境的改变 那我认为重组是一个必须的动作 近年国泰在燃油对冲失利 2015和2016年曾经连续两年 蚀了近85亿 而近年油价在低位徘徊 到2019年国泰仍然因为燃油对冲损失超过一亿 曾经多次说无意开拓廉航 国泰去年正式进军廉航市场 以大约50亿收购香港快运 去年本港社会事件 有国泰员工说因为反修例立场被解雇 而多部客机的手提氧气樽也都怀疑被排气 内地民航局就说因为安全风险和隐患 要求国泰提交机组人员的资料 泰股是国泰最大股东 持有大约四成半的股份 国航就持有大约三成 三年前入股国泰的卡塔尔航空 占大约一成股权 早前也都说需要的时候会再注资国泰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